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18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有两个话题想和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是关于全球养大了社交媒体的霸权 现在开始被他们反咬了 随时可以限制用户接收资讯 第二个话题 我们要讲一下西方国家又唱衰中国 说我们经济放缓 美国总统拜登更指中国是计时炸弹 不过有数据就预测中国今年的GDP增长有5.4% 远远高出这些说中国不行的西方国家 我们今天就会讲一下这两个话题 近这十几年社交媒体成为了世界的主流 很多人的生活都围绕着Facebook和Instagram来转 主要的资讯的来源都是来自他们的 这个情况对传媒机构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在社交媒体发布新闻信息 会令到大部分的广告收入就流向了他们 而报道新闻的传媒本身的收益就相对低得多了 大家可能会留意得到当有人贴一些新闻的时候 就很少会按Share的键 很多时候都会是copy and paste 甚至连那张图都会裁走了你的logo 网民看新闻的时候有时候都不会知道 这单新闻其实是什么媒体报道的 莫广华收益连少少credit都没有给新闻机构 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长姓安琪就说 他说加拿大80%网上广告收入都流向了Meter和Google Meter就是拥有Facebook和IG的公司来的 今年的6月加拿大国会就通过了网上新闻法案 要求互联网、平台和传媒机构去设计数 就要设计一些协议出来的 就是平台在转载新闻内容 而需要向本来的传媒机构给一些费用 预料今年底去到明年初就正式生效了 估计法案生效之后 加拿大的媒体每年可以在这个社交平台 得到大概是3.3亿的加币 即是大概19亿的港元 你想想这条数也挺大 加拿大政府就认为 这个法案可以令到陷入困境的传媒机构 在当这些媒体分享他们新闻的连结的时候 得到公平的赔偿 不过赚惯大钱、拿惯着素的社交媒体 又怎会那么顺滩 他们一定是认为 那些新闻又不是我转发的 我又不可以控制那些人copy and paste 为什么我要分我的钱 去给这些传媒机构呢 于是有社交媒体霸权的Mita 就宣布在这个法案生效之前 停止给加拿大所有用户 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面 获取新闻内容了 即是简单来说 索性 个个都没有新闻看 不feed这些posts给所有加拿大的用户 大家不要以为 只是加拿大新闻出版者 和广播公司的新闻 当然是看不到 但原来加拿大以外的传媒机构 发放的内容都统统看不到 Google也表示 会考虑跟随Mita的做法 这些就是纵容 仰大霸权之后 反咬你一口的例子 Mita 索性在这个法案生效之前的几个月 索性不用用你们这些 新闻的link 来赚钱 都不宁愿把这些利益和你分 摆出一副一拍两散的姿态 那也是的 人家拥有全球第一的占有率 不靠加拿大新闻业者的资讯 他一样大把收益 就是不分给你 相反 不让加拿大人看到新闻内容 对你们的媒体和市民造成严重不变 到时看看谁忍不住 看回打着自由旗号的西方国家 这些因为利益而表现出来的丑态 有时真的挺好笑 不是说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吗 一说到钱字就可以随时随地 这样限制人家接收所有的新闻资讯 自由去了哪里 还要不是政府限制你 是一家私人机构 已经可以因为利益的问题 而去阻止用户去接收资讯 这些就是西方霸权的笑话 我们转个话题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以来 用很多不同的手段 去打压和唱衰中国 其实大家都习惯了 不过有时他们的做法 真是肉酸到一个点 而且非常之不知丑 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10日 一个活动上 指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失业率高企 达到了退休年龄的人口 已经超过了劳动人口了 他就说 他担心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会变成可能威胁全球其他国家 地区的继时炸弹 简单来说 即是拜登说 中国现在不行了 亦都可能会累到大家 8月16日 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 就这么说 他就说 中国今年上半年 国外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 超过美国3个百分点 看回数据 金合组织今年在6月7日 就发布了预测今年全球各国的GDP增长 他就预料美国只有1.6% 他旗下的马仔 澳洲和加拿大 分别有1.8%和1.4% 已经叫做很聪明了 英国更加只有0.3% 四个国家加上 都不及中国的5.4% 那拜登还在说什么计时炸弹呢? 汪文斌还讽刺西方政客 说他们和媒体放大炒作中国 在疫情之后 经济复苏进程中存在的阶段性问题 最终就难逃避现实打念的命运 说得对 我们看数据是说fact 不是美国什么supporting 都没有在一美乱说 一拿些数据出来看 中国今年的GDP增长预测 只是低于第一位的6%的印度 你帮西方国家拿其他的东西 说来说去 不要这么欲算 是要拿实体经济来说 这些就是自己拿假来丢了 拜登说中国不行的时候 还补多两句 他就说中国in trouble 即陷入麻烦 然后还要说 That's not good Because when bad folks have problems they do bad things 简单来说 不妙 当坏人出状况的时候 就会做坏事 是啊 坏人出状况的时候 是会做坏事 美国现在不是不断地出现这些状况吗 他们又是不是真的一直在做坏事呢 不断地在反忠仇中 唱衰中国打压中国 拜登这番说话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完美的回力标 扔出去之后 狠狠地不觉意打回自己的臉 拜登在坏事前 拿一块镜子出来照一照 不要整天这么欲酸 你自己不害羞 我们看到也替你尴尬 好了 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下周一再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有个美满的周末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 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